品不同故事 看漫图 石尊给了我和师妹一人一枚蛋 师妹抢走了凤凰蛋 留给我一枚蛇蛋 凤凰蛋被师妹养死了 而我的即将孵化成藤蛇 蛇蛋破壳前夕 师妹偷换了我们的蛋 他不知凤凰蛋没死 正在涅槃 而那颗蛇蛋 受了我的心头血 指认我 两位神军站在我旁边 叫我七主 看到这里的宝子们要发财了 财神给看视频的宝子送了八个月财运 给财神点赞后 并评论区发送谢谢财神 财神就会多送两个月财运哦 宝子们快来试一试吧 师妹开了天眼 知道师尊左手边的是凤凰蛋 其实不用开天眼 就能看出来 凤凰蛋和蛇蛋 一大一小 师妹怕我在旁边使障眼法 便强行开了天眼 她故作为难 师姐 选哪个呀 她的大眼睛直高入传 我听说凤凰一族的夫君都是自己孵化出来的 师姐修的是无情道 怕是会与师姐的道心有损 我副手而立 师妹 无情道不是绝情道 还有 我的天眼 该还我了吧 师妹躲在师尊身后 怯怯地看着我 师姐 我倒横不惊 看不破赤妹王俩 天眼是宗门之物 师尊说 宗门里的东西都是不分你我的 在摩渊 我拼尽所有修为 带回了天眼和神弹 体力不支 晕倒在宗门外 醒来之后 天眼和神弹都归属宗门 那时 师尊恋爱地看着我 将天眼和神弹都放进藏宝阁 他说 我是宗门的骄傲 可是 在我受到重伤 灵外寸断 仙谷寸裂的时候 师尊只是轻飘飘一句 我是宗门的大师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天眼不仅是看破赤妹王俩的圣物 也是疗伤的良药 师尊不愿意给我用 我因此伤了根本 再也提起剑 我在寒潭泡了三年 刚恢复一些体力 就被叫来大殿之中 要让我和师妹选神弹 怎么 宗门里没有人能让这两枚弹出事吗 两枚神弹从我进入殿中时 就蠢蠢欲动 师尊估计是察觉到了 用灵力按捺住他们 选吧 我待在原地不动 请问师尊 若是复化成功了 里面出来的东西归谁 师尊面色不改 质地有生 自然是归宗门 我双手抱胸 那我不敷了 师尊脸色一沉 随即立刻恢复如常 崇离认为应该如何 我轻松道 谁敷出来 归谁 两枚神弹表面灵力浮动 一看就知道 师尊门里的长老们早就用灵力浮化过 只不过未成功罢了 如果他们成功了 早就结成灵气 这样的好事哪里轮得到我 从我冤回来 我就和神弹有阴影感应 师尊他们估计也发现了 至于让小师妹也来掺和 我看不出神武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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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非是邪恩图报 只是修道之人 不应该将得失心看得如此重 为师也是心疼 你才让你来复化这圣物 如果你得了机缘 他认主自是最好 但如果我没等他说完 便到师妹先选吧 师妹眉眼弯弯 既如此 我便选师尊左手便奈眉 谢谢师尊 我掂量着手中的蛇蛋 叹了口气 他似乎和我一般 只是一枚普通的蛋 而我也是一棵普通的草 师尊知道我一棵草没什么先根 但喂草还算努力上进 说我做了徒弟 我将蛇蛋带回了寒潭 和他一起浸泡在寒潭中 宗庄里的人受了伤 都是鲜花 鲜草的符石 当然这没有我的份 寒潭的疗伤效用极低 几乎没有人来这里 蛇蛋浸在寒潭中 没有丝毫生气 我走出大殿前 师尊叫住了我 他说我没了灵脉 修为已断 仙徒已是无望 如果附化不成圣物 几位长老商议准我还乡 此后就不用再落神山 蹉跎岁月了 我知下之意是 落神山不愿护我 蛇蛋似是在水中浮动 一味地往我身边转 我缓缓吞下衣袍 拿出了小碗 我本是穷药山下的一株草 师尊游历时间 将我带了回去 我由此幻化承认 身体是日月精华而成 颇有灵气 只有师尊知道我的来源 想必他也知道 如今我灵力全无 只有这副天生天长的身体 还有点用 小刀划过胸口的时候 我整个人被撕裂般喘着气 像是有一只凶兽的利爪 我把我的胸口 将我的心撕裂成千万片 好疼 小半碗的血 我畅畅微微地把碗放在岸边 蛇蛋受到感应斑 向岸边游去 钻进碗中 我扔下小刀 靠着岸边喘着粗气 看着在血碗里的蛇蛋 半碗血 顿时被蛇蛋稀释干净 我强撑了眼皮 是血的东西 不知这是圣物还是魔物 我将自己包扎好 将蛇蛋放在身上 就去了宗门饭堂 还没到门口 就听到轻衣弟子在里面高谈 我听到小师妹说 大师姐现在成了一个凡人 旁边小胖接话 真的假的 他那么傲气的人 这等于要了他的命 不是担忧的语气 反而像是在 等着看好戏 真的 我听小师妹说的 大师姐灵力全无 轻衣弟子拍着旁边的小胖继续说 你没发现他出关后 来饭堂的次数多了吗 小胖别嘴 最凡自命清高的人 看他如今还怎么跟小师妹较劲 小师妹那般疯子 我可是听说小师妹以后 是要嫁给凤凰神君的 我感觉到 我走进了饭堂 当时没了声音 我拿上石壳就走了出去 沙尉走远 轻衣弟子继续道 他还当自己是仙子呢 现在没了一身仙气 比我遇见的妖女还要丑伤几分 小胖小声道 小声点 他没走远 轻衣弟子去把声音扬了扬 我故意说给他听的 轻衣弟子我见过 换名扬 三年前去摩渊前 他想跟我一道去 他要给自己在宗门征个地位 我没答应他一同去 我和蛇蛋同吃同睡 他时常悬浮在空中围绕着我转 转累了 又跑到我的心口边睡觉 只是每隔半月 他便要失血 听说小师妹和凤凰蛋 十分合得来 小师妹靠着无双美貌 在仙门中找了许多奇花异草 天天给凤凰蛋泡澡 凤凰蛋渐渐苏醒 已经可见层层金光 而我的舌蛋 未见丝毫动静 还在我身边打转 我暗中乱窜的他 嘴牙咧嘴地吓唬他 还不出来 就把你煮了吃了 他吓得躲在我心口边 装睡 一早醒来 我周围多了许多鸟蛋 蛇蛋正飘在空中 吭哧吭哧地 抬着一只鸟蛋 两只蛋大小差不多大 样子十分好笑 我不禁笑了出来 怎么偷鸟蛋去了 蛇蛋似是愣了半想 扛着的鸟蛋摔了下来 我稳稳接住 也把蛇蛋捞了过来 想必是他害怕我真吃了它 所以才扛起鸟蛋回来 我昨日吓你的 不吃你 若是我被赶出宗门 你要和我一道走吗 他上下浮动 表示同意 傍晚我照例在寒潭中泡澡 似是听到一声微微异动 我捞起水中的蛇蛋 凑近看 已经可见一丝裂纹 我捂着心口 我们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盛 感觉到我的喜悦 蛇蛋往我的脸上蹭了蹭 第二天 我去饭堂打饭的时候 听到小胖 唉声叹气 说小师妹惹祸了 偷了横阳宗的赤火顶 说那是孵化凤凰蛋的灵气 凤凰蛋被烧了三天三夜 没了生气 赤火顶也毁了 我默默走开 不想生出事端 蛇蛋上的裂纹越来越多 我能感受到它破壳的前兆 我喂完心头血后 又昏迷了半日 摸了胸口 还好 蛇蛋还在 但我隐隐察觉不对劲 蛇蛋的气息是厚重浓烈的 而此物却是毫无生气 只是形态一致 气息毫不相同 此时 落神山一道 金光腾云而上 巨大的龙形 笼罩万物 我走出寒潭 看到山上宗门弟子齐聚 无不再观赏这一盛况 小师妹成功了 众人惊呼 是上古神兽藤蛇 宗门长老站在观云台前 划开了小师妹 娇嫩白皙的手 十二长老为小师妹护法 山谷空灵 藤蛇在天 云雾在阳光下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而小师妹 缓缓藤云而上 风刺绰约 仿佛是折仙降临人间 小师妹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日后玉瑶定当 肩负起心生宗门的使命 不负师尊 不负宗门 藤蛇身体修长优雅 每一片灵片 都犹如金雕玉镯的黑宝石 环绕在玉瑶身边 无人看了不说一句 神仙则是 十尊欣慰地看着自己 从小后又长大的小师妹 眼中似有热泪 天道又我落神 我手中的神弹 依然毫无生气 我依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好一个头龙转凤 什么神仙则是 就是一个盗贼 带我跑上宗门的那一刻 金光消失 灵气已经结成 藤蛇硬往英俊的脸 痴痴地对着小师妹 夜如道 主人 我 我终于见到你了 玉瑶的神色有些不自在 紧张无措地看着师尊 师尊摇了摇头 带众人下跪 恭迎藤蛇神君 宗门长老弟子 骑骑跪下 恭迎藤蛇神君 望藤蛇神君 庇佑落神山众弟子 仙运横通 观云台众人 围着玉瑶和藤蛇 起刷刷跪了一片 我站在宗门门口大喊 弄错了 众人沉浸在喜悦中 我看着师尊 师尊 师尊 各位长老 半年前 我和师妹在师尊的见证下 各选了一枚神蛋 师妹选的是凤凰蛋 我的是蛇蛋 而今凤凰蛋被师妹养死了 昨日趁我不备 换走了我的蛇蛋 藤蛇远远地看着我 修长舒朗的眉毛 凝在一起 我加重了语气 我每个半月 用心头血 喂养藤蛇神君 不知神君可还记得 藤蛇身形微动 似是要走上前 瞧我 玉瑶站在她身前 我每个半月 用心头血 喂养藤蛇神君 不知神君可还记得 藤蛇身形微动 似是要走上前 瞧我 玉瑶站在她身前 轻轻抬了下手 受了静止般 藤蛇变不动了 我看向众人 请师尊做主 人群泱泱 开始躁动 玉瑶的小脸迎接如玉 此时微微泛红 师尊 我 师尊站起来 一记掌风 将我带到了观云台 我没有灵力 不似从前那般眼力好 线下才看清了藤蛇 一息之间 它都这么大了 一眉翻飞 神态巨傲 它看着我 眼神十分陌生 站在玉瑶的身侧 师尊神色如常 众灵 你仙根受损 怎地 心性也变得如此狭隘 我不解地看着师尊 师尊 您这是什么意思 师尊喝道 神武 来 神武灯石 化作一条长鞭 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记长鞭 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 只是一瞬 我竟在想 要是换了以前 我肯定能接住这几鞭子 你诋毁同门 谎话灵骗 心术不正 罔顾道义 这一鞭 是你作为宗门的大师姐 却违背门规的惩罚 脸上如雷电 踢过一般疼 我的脸上也是一道血痕 神武似是收了些力 要是换作神武平日的风采 或许早就血肉翻飞 师尊 那日在殿中 你明明 话未说完 又是一边抽在我的心口 师尊加重了力道 我口吐鲜血 怎么也爬不起来 还敢妄言 师尊拿着神武 正义凛然道 那日我在殿中 我亲眼看见 玉瑶将凤凰神诞让给了你 是你自己修为不惊 未能附化圣物 竟如此善度 还要往旁人身上泼脏水 随后痛心疾首道 我平日里就是这样教你的 我一尽冷笑 心中已经了然 师尊教我什么 教我像如今这般势强凌弱 颠倒黑白吗 师尊眼神幽暗 手中挥动神武 用了十分力气 完了 我心想 这一记鞭子 就算是恶鬼 也得魂飞魄散 早知道就不这般 呈着口舌之快 我闭上眼睛 等着那一记杀鞭 可是迟迟未能下来 久到我能听见 山剑之风作响 睁开眼 神武悬在空中 师尊运转金丹 双手握边 神武也没能踢下来 弟子们均盯着这一幕 眼神无措的 看着十二位长老 神武似是使这小性子 最后也许是累了 软啪啪地掉在地上 玉瑶查验观色 连忙给师尊台阶下 使师尊于心不忍 师姐还不谢谢师尊 请问小师妹用了什么 将藤蛇神君附化的呢 我露出刚结痂的胸口 心就相加 十分可怖 玉瑶眼中含着泪 咬着嘴唇 带着哭腔说 师姐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还不惜划伤自己 你这又何必呢 疏然 他扯开衣衫 洁白无暇的心口处 也露出汉人的伤疤 竟然与我心口的伤疤 出奇的一致 玉瑶还真是 谨慎不苟 我叹了口气 罢了 这个哪里是他一个人 众人顿时怀然 看我的眼神 由嫌恶变成了憎恨 腾蛇立刻将自己的外袍 踢在玉瑶的身上 心疼恋爱地护着他 他们肩夹着怒气 手指一条 我伸到三丈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疏然直直落下 我的脸着地 腰好像断了 腿也扭曲着 动不了 以一种奇怪的 可笑的姿势 倒在观云台上 我诡异地笑着 与梨花带雨的师妹 形成鲜明的对比 腾蛇增悟地看着我 东施笑品 我环顾四周 观云台风起云涌 师尊 长老 师弟师妹们 看我四十项 看泼皮无赖一半 山门是我批的 台阶是我凿的 神武是我得的 观云台是我造的 摩渊是我请命去的 我将洛神山当作自己的家 是我错了 已经没必要再自证了 没有人会信的 我笑了又笑 最后轻飘飘地说着 弟子错了 体肤无罪 怀必其罪 我被扔在寒潭 进足了三个月 来了两边神武 我哪里还活得过三个月 门口有我创设的 符咒设置的禁止 我出不去 上不了宗门 下不去凡尘 用我这个恶女的东西来囚禁我 宗门中人人称快 我躺在寒潭一天一夜后 才爬起来风里一样找吃的 没有生气的神弹 此时已经现出原来的形态 比我的拳头还大 普通的障眼法 我已经看 不出来了 线下显出原形后 我对着那颗蛋迟迟发酵 我们都是对宗门来说 没有用的废物 都被扔在了寒潭 几天过去了 没有人来看我 我只能喝寒潭的水饱腹 第五日 有一位弟子 想给我弟吃的 明阳在镜子外拿着烧鸡 叫我大师姐 他笑得很开心 他说让我学狗叫 他便将烧鸡扔给我 我没有气力和他沸口舌 过了许久 他骂累了 也就离开了 人总是会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 那日我不带他去磨冤 是我知道 此番凶多吉少 没想到 到新天了一个他人恨我的理由 第十日 冰冷刺骨的潭水 越喝越饿 我已然忘记晕过去几次了 不知道是不是炫韵的缘故 竟看到凤凰蛋泛出淡淡金光 围绕着我 我想走上前去查看 又晕了过去 好几次醒来后 我怀中都抱着凤凰蛋 心中自嘲 但跟之前的无异 金光围绕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我像是有了些力气 不似之前那样 连凤凰蛋都挪不动 我近这般 又挺过了十余日 然后我发现 凤凰蛋竟真的有淡淡金光 在我晕厥的时候 金光围绕着我 原是仅存不多的灵力 来度我 所以每每我醒来 他看起来都是 毫无灵力的一颗死蛋 饿风了的时候 我苍白的手指捧着凤凰蛋 怅然道 所有人都要我死 骗你还将灵力白白给我 画壁 门口的禁止 突然被打开了 还没有到三个月 他们想起 我来了吗 我看不清来人 只知道被喂了饭 收拾了一下 便扔在山门口 洛神山交出这样的东西 本尊已经小成大戒了 坏了衡阳宗的宝物 重灵 你可认错 吃了饭 终于有了说话的力气 不认 是玉瑶做的 我为什么要认 师尊冷哼一声 对着另一波人道 还敢诋毁神女玉瑶 凤凰神诞就在此女怀中 她不仅害死了圣物 还换了宗门宝物 本尊是留她不得了 你们带回去 是死是活 我洛神山不再过问 师尊听起来 像极了胸怀大义的仙者 我竟是哭不出来 也笑不出来 我竟然拜了此人为师 原来为我解开禁止 我为师是为了给玉瑶顶罪 衡阳宗弟子面面相去 看着我道 只能将她先带回去 再听师尊怎么发落 山风吹动 远远望去 一个身着玄色衣衫的男子 站在观云台 旁边站着一位只看身形 就知道是很好看的小仙子 我眼力不好 但也能觉察出 是腾蛇和玉瑶 宗门人一贯是 清汤白水的装扮 只有她的玄色衣衫 我冷笑一声 昔日 种种就当喂狗了 对洛神山如是 对腾蛇也如是 横阳宗弟子 估计没见过我这样不能走 也不能飞的 他给我折腾死了 在路上便用灵力 护住我的心脉 我紧紧抱住凤凰蛋 我一定要告诉 横阳宗先长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不信这天下 没有一个能 便是非的地方 万一横阳宗不讲道理 我的眼神黯淡下来 怀里的蛋也直直掉了下去 被横阳宗弟子接住 塞到我怀里 道友莫要放弃 我家师尊派我来接你 是要护你 但若是道友存了死制 师尊说 你就不必上山了 路途劳顿 我不敢让自己有丝毫懈怠 我怕自己晕过去之后 就再也醒不来了 我要报仇 以命力士 死仇必报 我要将天眼 神武 还有我创制的符咒 都拿回来 我要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不知道什么时候 睡了过去 睁开眼后 我已经到了横阳宗 嘖嘖嘖 这女娃全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地方 折腾成这样 明珠暗头啊 语气中不乏惋惜和心疼 我缓缓侧身看过去 白发和颜的小老头 这就是横阳宗的师尊吗 好熟悉的面孔 突然间 我想起来那不是 匡骗我符咒的大爷吗 五年前那日是玉瑶的生辰 师尊打发 我去山下迎客 修仙门派都是遇见而来 根本没有徒步山上的道友 他们是怕我再惹玉瑶不高兴 扰了兴致 便找了理由让我待在山下 当真有一位老者徒步上山 颤颤巍巍 看似不是仙门中人 那时 他说他是落神山中 一位弟子的俗世大伯 想上山来看看他 我掺着他 一步步走上台阶 走到十分之一的时候 他耍赖不走 硬要我背他 我也起了兴致 知道他在胡搅蛮缠 但是也只有他愿意跟我说话 我便背他 背到一半 他又耍赖说饿了 渴了 没有食物 我便用符纸饮了水窖 他夸我画得符咒简阅大方 是上上品 我那时发笑 我们家师尊说不够精细 是垃圾 你倒说是仙品 老头 你不懂 你在夸我 他也笑着说 死孩子 民众暗头 还不如跟我回去种田 我婉拒了他 随即他说 他也要符旨 照着我的话 说不定能辟邪呢 我料他也没有灵力 都给了他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我创设的符咒 居然在个宗门中广为流传 师尊看出来是我的手笔 洛神山便揽下了这个名头 说洛神山的符咒 是宗门第一 以此广受弟子 我想换他 只觉口中干涩 发不出声 便抬了抬手指 那仙尊见我醒了 将我扶起来 招呼女弟子 给我喂水 谢谢仙尊相救 那仙尊摆了白手 哎 先别谢 救不了 你灵外禁断 身上没有一丝灵力护体 大大小小的 什么鞭伤 骨折 你有几条命啊 我五年前 是不是叫你一起下山 但你不跟我 三年前 又去磨冤沙磨 人家感谢你吗 人家巴布的赶你走呢 说着的仙尊 眼眶泛红 立即转过身 你看 修仙之人成了你这般 还有什么前程 心性软的 早就自行了断了 我好像看到了 仙尊又突然回头看我 哎 我不是叫你去死啊 你肯定想我话多 但我偏要说 天眼是什么宝贝 你就这 我让李女师妹了 我小声说 那是他们抢走的 仙尊叹了口气 恨铁不成钢的说 傻子 肚子突然不合时宜的叫起来 估计宗门中的人 鲜少听见这个声音 瞪大眼睛看我 我挠了挠挠袋 有馒头吗 仙尊板起脸道 馒头没有 烧鸡多的是 横阳宗的人都叫我小师妹 我跟着他们一起喊 我老头逆我一眼 说五年前 让我跟他走 现在才来 我赶紧磕头拜师 打断他 师尊你别念了 灵花仙草 放我身上都没用 我吸收不了 平时李大师姐教我的招式 我根本付不了仇 非是大师姐不用心 只是没有灵力加持 如凡人的五刀弄剑罢了 师尊每每看我都要叹气 明珠蒙尘啊 他见我日日抱着那磕弹修行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舍不得老驾 我短你吃 短你穿的了是吧 凤凰蛋在寒潭里 将谨慎的灵力度给了我 可见他并没有死 只是经过这番折腾 不知何时才能苏醒 凤凰蛋未冷 横阳宗坐落在仙山上 每到夜里 他都发着 都往我的被窝里钻 我经常将大师姐给我的 林花仙草用来给凤凰蛋泡澡 师尊每每见着 也要骂我 我看着吹鼻子瞪眼的小老头 只觉得好笑 随即正经说道 不 他在提醒我复仇 师尊登时愁容满面 下山买酒去了 我知道他翻遍了秘书 医书 找不到任何法子 也不知道藤蛇中了什么魔症之术 近几日非要来横阳宗瞧我 都被师尊打了回去 说如果要谢罪 就拿出天眼来谢罪 藤蛇听后又信心地走了 师尊对我很好 我时常劝慰他 复仇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愿连累横阳宗 师尊骂得更凶了 骂君起 也就是落神山师尊 奸华狡诈 除了那把神武 他算个鸟吧 骂玉瑶妖女 上梁不正下梁歪 黑心莲花 惯会当贼 骂藤蛇就是一个白眼狼 凝巴的黑毛巾 我在横阳宗的第三个月 听说全天下宗门有大喜 玉瑶和藤蛇孕育一子 有天眼加持 修为大增 藤蛇神君和玉瑶神女的结合 落神山由此成为天下第一宗门 这着实称不上好消息 我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几天后 十尊将我叫了过去 他边喝小酒边骂 这几天不认真吃饭 上篮你的下巴 去戳死落神山的人吗 我捡上一颗花生米 往嘴里塞 十尊打到我手里的花生米 塞了我一只烤鸡腿 吃这个 竟爱吃些不长肉的玩意儿 我啃着鸡腿 和他一起喝着酒 他看我凉酒 我当他喝醉了 便自顾自地啃着鸡腿 十尊突然道 众灵 你说你本身是一株草 什么草 稻草 哈哈哈哈哈哈 十尊笑了好久 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怪不得受不拉几的 十尊似乎又想笑 但是忍住了 缓缓打了个阁 然后拉起我的手 我呀 在城市中做过卖骨翁 得了机缘 才有机会上衡阳踪 我 卖稻骨 你本体又是稻草 真是有缘啊 孩子不要怪师父 天天骂你好吗 十尊的眼眶越来越红 十尊说的哪里话 十尊护我 疼我 我只是一棵草 十尊打断我说的话 刚刚笑出来的泪 还在眼眶里 傻孩子 你就算是一棵草 也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草 不管谁欺负你 我这个不答应 醒来已经是三天后了 我着实怀疑 十尊买了假酒 我早跟他说过 不该砍的架 别砍 这不是耽误我练功吗 还没走出屋子 但师姐就将一个木盒塞给我 眼睛通红地看着我 掺着手帮我将额前的碎发 晚在耳后 重灵 师尊语化了 怎么可能 他三天前 还在和我一道喝酒 木盒掉落 是天眼 他 他去拿天眼了 我被重锤猛击 哽咽到说不出话 他让我睡三天 他 师姐 对不起 我不该来衡阳宗 师姐将我扶正 流着泪 猛然 他吐出一大口鲜血 凉酒 他红灼眼 肚定地看着我说 师妹 你要抓紧用天眼增进修为 才能护住 横阳宗 还能抢回师尊的师身 整个横阳宗 甚至来不及悲伤 连外门弟子都上山来 抓紧修炼 师尊为了抢回天眼 以身引雷 腾蛇受伤 大师姐带回了天眼 修为也全消 大师姐告诉我 师妹说 别人都骑到横阳宗的头上 拉屎拉尿了 我要他们看看 谁才是天下第一种 我拿着天眼的时候 有一种熟悉感 发热发红的天眼 像是好久不见 他微微抖动 如同一只受惊乐的小动物 我甚至没来得及用 他修补我的灵脉 山门大洞 有人闯山 玉瑶站在山门口 身旁永远都是腾蛇 身后只有一两名 落神山弟子 我提见走了出去 横阳宗所有弟子出门应敌 玉瑶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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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蛇像是解除了禁止一般 终于可以上前一步 说道:"对不起 是古月先尊 他告诉我你是玉瑶赫旨 好了 藤蛇谋色深深 有我说不上来的情绪 像一条没人要的小狗 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愤恨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他们又想做什么把戏 玉瑶说道:"今天不太听话 我说只能说一句 神君却说了一句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找着机会 便来这恒阳宗偷鸡摸狗 回去我再罚你 我突然明白 为何藤蛇像受了禁止一般 如若为抗 就算是神君 也只能神行俱灭 有藤蛇在 就算只有寥寥落神山弟子 也堪比千军万马 我按道不好 后退三步 心中默念 结界 起 我的结界设得很好 还有我的辅咒加持 更加牢固 只是不知道 在藤蛇这样绝对的灵力面前 金不金的起一击 玉瑶侧身让步 藤蛇神君 去吧 拿回我的天眼 藤蛇走到我的面前 隔着结界 一字一句道 天眼 你可以给我吗 我 做梦 他眉毛紧促 神色几番轮换 眼睛发红 双手紧握 用克制的 极轻的语调说 我 我会伤害你的 你给我 我求你 几乎是恳求的语气 他这是做什么 不给又如何 藤蛇神君 这次要把我摔死吗 藤蛇 我没有耐心 玉瑶在身后喊道 滚 藤蛇朝玉瑶吼道 眼睛通红 鞭色争鸣 随即吐出一大口鲜血 玉瑶惊愕出声 小脸沙白 玉瑶跪下 对不起 主人 对不起 藤蛇 错了 衡阳宗的弟子都颇为震惊 上古神君藤蛇 居然像一位修道者下跪认错 但是落神山的弟子 都见怪不怪 似乎还抱着看好戏的模样 玉瑶脸上 慢慢挂上明媚的笑容 去吧 最让主人开心的是 藤蛇怒吼一声 瞬间化为黑色的蛟龙 盘旋在恒阳宗上空 风起云涌 空中天雷滚滚 咬兽尽散 恒阳宗弟子 我站在睁眼 以我的所有力量 去对抗藤蛇 黑色的蛟龙眼中 渗出泪来 但是力道分毫不减 一击 结界变破了 我的结界承受住了一击 显然第二击 要用自身去扛了 他盘旋在上空 嚎叫着 形势万分焦灼 怎么也不肯来第二击 天空下起 飘泼大雨 欲咬几番催促 藤蛇 巨大的蛟龙在空中哀鸣 用自己的全部力量 冲了下来 我站在正眼 决心以自己已知抗衡 我用水蒙住眼睛 死就死了 只觉得心又不甘 我好恨 我恨恒阳宗 殷护我要遭此大难 我恨不能为师尊报仇 猛然间 空中金光闪烁 一阵鸟鸣声传来 藏着怒火一般 如一道璀璨耀眼的闪电 向藤蛇俯冲而去 用他宽大的羽翼 护住衡阳宗山门 护住我们 是凤凰 风雨越来越大 只能看见金光和黑雾在缠斗 凤凰占上风 凤蛇似乎无心恋战 一下下承受着凤凰的重击 几番缠斗 凤蛇都占下风 而后两只神兽化身成人形 凤凰掐着凤蛇的脖梗 口吻严厉 你敢杀他 凤蛇摊在地上 腰和腿都被凤凰硬生生折断了 凤蛇脸上血色尽湿 远远地看我 对不起 凤凰依然眼科结问 你怎么敢杀他 回答我 眼眸漆黑 凤眸上条 俊雅的脸上充满了杀气 玉瑶从山门外颤颤巍巍地走上来 是凤凰 你还记得我吗 是我 我天天用灵花灵草喂养你 还有火羊顶住你修行 你还记得我吗 凤凰松开疼舌 冷凝着脸 眼泛寒光 看着玉瑶 是你 我心下一影 这位凤凰神君不会 也钟情玉瑶吧 玉瑶嘴角微微上扬 走到凤凰身边 眼神里透露出狂热的光芒 是我 玉瑶 他盈润的指尖 眼神锐利 刚刚是这只手打他的吧 玉瑶眼神如丝 没有反应过来凤凰之意 弹指尖 玉瑶的手臂 以一种极诡异的姿势折叠 伴随着的是玉瑶的尖叫 他带着怒气野鱼 看向腾蛇 分明不是他 差支千里 你也能够认错 凤凰眼神一暗 站到我旁边 腾蛇 还不送你主人回去 回去晚了 这胳膊怕是要不成了 衡阳宗的小弟子们 觉得自己得了事 都站在我和凤凰身边 凤凰眼神一暗 看向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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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向童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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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师尊庇佑 凤凰终于出世 凤凰为师姐疗伤后 来到了我的房间 神色沉重地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重灵 他点点头 用极温润的眼神看我 重灵 好听的名字 房间里还有破碎的蛋壳 我有些疑惑 便问 那神君你是怎么出事的 我有帮到你吗 凤凰点点头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气息 我很想见到你 那之前你好像被煮熟了 我们都以为你 我挠挠脑袋 没继续说下去 我确实是死了 我本打算就此殒灭 但还好 给你孵化 信而涅槃 我更要护你 他叹了口气 坐在榻上 涅槃很累的 他的眼中 有着宛如润玉般的光泽 十分柔和 我也叹了 口气 那之前 腾蛇应该 也能感受到我的气息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 要害死师尊 凤凰的嘴角 扯起冷意 他就是傻的 估计腾蛇一出事 就看到了和你气息 相似的玉瑶 所以才将他当成了你 还跟玉瑶结成了灵气 他不能为令 我一字一句道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师尊说过 跟人才能讲道理 对于畜生 只能打得他们 再也自不了牙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凤凰离我很近 用极轻的语调说着 他继续道 崇灵 我也可以变成你的灵兽 成为腾蛇那样 随时可以叫他 下跪认错的灵兽 我摇摇头 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武器 但 你想走 便随时可以走 因为我修行不够 我要复仇 就必须要借助你的神力 我说得十分诚恳 低着头 害怕凤凰拒绝我 我又强调一遍 你不想干了 随时可以走 毕竟 这是我自己的事 错了 众灵 我抬头看他 他郑重地跟我说 你能做到所有 你想做到的事情 你对你自己的潜力 一无所知 不是你需要武器 是我需要你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涌动的情绪热烈 一经对视 如火烧斑 我的面颊滚烫 他滴滴发笑 重灵 睡觉吧 我的心脏某处 被他的笑意 惹得酥酥麻麻的 他开始脱衣解带 只剩礼衣 他身形挺拔 墨黑的长发垂落 胸膛的肌肉分明 我的眼神 路过他静瘦的腰间 赶紧闭上眼 不敢往下看 你干什么 脱衣服啊 我要睡觉了 他说的话听起来 清清白白 但是我闭着眼睛 也能想象到 他挑着眉 一脸无辜的样子 分明是在戏弄我 你出去 右侧有空房 那人没话说了 可我感觉 他离我越来越近 我闭着眼睛 往旁边躲了躲 我从哪里学到的这些 我推着他往门边走 虽然隔着衣服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的皮肤烫得吓人 他笑着往门口退 来出门砍的时候 轻声说道 晚安 我把门关上 才敢睁开眼睛 大喘着气 不过经他这么一闹 我心中的郁节 消散了几分 终于不再失眠了 第二天 凤凰用天眼帮我疗伤 重修灵脉 我本以为 有神力加持和天眼 便能重回我之前的巅峰 可是一连数天 凤凰忙上忙下 我越来越着急 师尊拼命抢回的天眼 放在我身上 没有任何作用 我白天拼命和大师姐一起学舞 学的全是杀招 晚上熬灯画符咒 我不认命 我偏要将军起 玉瑶 整个洛神山踩到脚底 用他们的尸体 为师尊之一念照魂帆 每日深夜 我都露出本体 在月光下修养 一晚凤凰找到我 将我唤醒 脸色凝重地问我 重灵 你的根哪里去了 我愣了一下 什么根 稻草根 凤凰 凤凰恍然大悟般 拍了一下脑袋 随后震色道 我之前不明白 为什么玉瑶和你的气息如此像 腾蛇都能认错 如此倒说得通了 什么 你只有道身 鲜灯想必是在玉瑶身上 所以 你就算是有天眼 灵脉也修复不了 凤凰担忧地看着我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丢的吗 什么时候变得和凡人一般无二 君起将我从穷瑶山带回落神山 免受风吹雨打 泪劫之苦 我虽是一株草 但还算天资不差 凤凰逼了一年 仅仅一年就到了原因 踢下山门 匡扶落神 杀尽磨冤 取得圣物 然则晕倒在宗门外 醒来后就到了寒潭 灵力全无 灵脉尽断 只剩一身天生天养的肉胎 我想了想 闭着眼睛道 三年前 我取得天眼和神大后 再也没有灵力 从始至终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我站起身 我去拿回来 凤凰按住我 他有藤蛇 还有落神山庇佑 这场仗不好打 他们把我的仙根还给我 把我的师尊还给我 凤凰闭了闭眼 满眼心疼 将我抱进怀中 去落神山 做出戏给他们看 衡阳宗放出消息 是与落神山 争天下第一宗的名头 落神山教给我的道理是 强者永远都是对的 弱者只会挥刀向更弱者 我站在山门下喊话 先尊 各位长老 重林回来拜访你们了 藤蛇画出圆形 盘踞在山上 玉瑶 君起 以及各位长老站在藤蛇上 这次我们 逆途 还敢回来 师尊的一击神武 直朝我面部打了下来 凤凰接了下来 用力弹了回去 师尊身形不稳 险些掉落山谷中 藤蛇 玉瑶穿着战甲 已经显怀了 他凝着眉 正色道 是师尊带你上山 教你修行 你如今勾结外人 居然直逼山门 你枉为修道者 至天道不顾 师姐 收手吧 莫要犯傻了 在君起面前 他从来都是这父卑天命人姿态 我上 直指玉瑶命门 藤蛇清明 扔出一道结界 终究是抵不过神力 我被挡了下来 重重跌在地上 吐了口血 凤凰才看似不情愿的 慢慢将我扶起来 带师姐急迫的上前 查看我的伤势 我摆了摆手 红着眼 扔出一道符咒 给我 破 我做的专门用来对抗神力的符咒 结界瞬间被炸出一个小洞 玉瑶未曾想我能打开藤蛇的结界 所有人都以为 我在坐蝼蚁之争 玉瑶避之不及 惊呼出声 藤蛇救我 藤蛇正护着宗门众人 未等反应过来 凤凤凰挡住了我的剑 将玉瑶护在怀中 只一瞬间 我被藤蛇的尾巴击中 又掉了下去 凤凰吐出一大口鲜血 恋恋不舍地 看了玉瑶一眼 回到地上 我怒骂道 养不熟的小白脸 你忘了到底谁才是你的主人 要不是我 你就是没人要的玩意儿 凤凰跟那日藤蛇一般 受到了静止的反噬 凤凰在我床前 一天一夜之后 我睡下了 凤凰一直跪在我床前 直到深夜才离开 临走前 还给我掖了一夜被子 凤凰见到玉瑶时 留着一泪道歉 啊 瑶 那日你疼不疼 玉瑶也有些迷茫 凤凰轻轻摸着她的胳膊 我竟折断了阿瑶的胳膊 阿瑶可会怪我 随后叹着气 将身上的外袍 披在了玉瑶身上 山间风大 阿瑶来看 我定是愿意给我机会 奈何 我现在身不由己 我那是恶女的灵兽 再然后 凤凰坚定道 不过无论如何 我都会拼死护你周全 玉瑶摸着自己的肚子 当时露出可怜兮兮的模样 小声道 我怎会怪你 凤凰抱住玉瑶 那你要了我吧 玉瑶面露蓝色 可 你是她的灵兽 凤凰看向她 痴痴地说 你要是用那恶女的师尊 师生换我 她肯定同意 这么简单 凤凰点了点头 就这么简单 一觉醒来 一觉醒来 就看到落神山山门大开 凤凰和玉瑶站在一起 我气急 开始怒骂狗男女 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的 给我滚回来 凤凰又吐了一口血 一步三回头地看向玉瑶 不舍得来到我身边 玉瑶向身后摆手 玉瑶 你看看 这可是你师尊 小老头被围击得全身乌黑 手上拿的半份符咒 是我画的隐为符 我的眼泪不可控地流下来 师尊 玉瑶 娃儿 好师姐 做个交易吧 我用古约先尊 换你的灵兽和天眼 怎么样 我愣住 怒急地看向凤凰 凤凰心虚 不敢瞧我 大师姐扯了扯我衣袖 师妹 师尊不愿看你犯险 你别信他 玉瑶道 只有一柱相识间 否则我不介意把这老头扔去喂住 再说了 师姐 你要天眼没用 不是吗 我咬牙道 好 在洛神山先尊和长老的见证下 我自断一地与凤凰解除灵气 交出天眼 师尊也回到了家 我跪在灵堂前 难道是我害死了师尊 大师姐摸着我的头 心疼地看我 说道 从前 师尊跟所有衡阳宗弟子讲过一个故事 几百年前 有一位卖古翁被流寇追杀 遇到一位仙人 那仙人已经受了重伤 为救卖古翁不惜以身肉薄 死状惨烈 卖古翁在仙人身边放了一粒古种 便按照仙人临终所言 去了衡阳宗修宪 后来 那个地方被叫做穷瑶台 原来我和师尊竟有这段渊源 我将天眼递给大师姐 师姐 此物有灵 定能助你重修灵脉 运转金丹 但师姐兴起地抱住我 指着我的额头道 鬼惊鬼惊的你啊 边哭边跟师尊告状 小师妹也学坏了 害得我愁了好几天 天眼落到坏人头上 我还担心该怎样才能护住衡阳宗和小师妹 师姐擦干眼泪问我 那凤凰是假一头笔 我对师姐眨了眨眼 山门弟子告诉我们 山门外还跪了一个东西 是藤蛇 玉瑶要新的灵兽 势必要解开之前的灵气 我走出山门 问他 师尊最后说了什么 古月先尊说 你才是为我心头血的人 我拎着他的领子 还有呢 他说 洛神山致他良善 欺他 辱他 害他好苦 让我不要 在助纣毁灭 我转身进了山门 刘腾蛇在雨中 玉瑶和凤凰病理 灵气那日 我独自上了洛神山 走在我一步一步凿开的石阶上 心中无比轻快 君起事先察觉到我 拿着神武 站在山门外 来者何事 贺喜 我站定看他 恭贺先尊喜的柜子 君起的神武 微微抖动 脸色发白 目不可遏 意图嚣张 神武 他披剑过来 我轻轻侧身 以迅雷不及羊耳之事 谈了谈剑身 发出细微争鸣 我叹道 好剑 君起似是意识到什么 幕后 快换灵兽 明阳狼狈地赶了过来 我转身 与明阳被知事 谈了谈剑身 发出细微争鸣 我叹道 好剑 君起似是意识到什么 幕后 快换灵兽 明阳狼狈地赶了过来 仓皇道 师尊 凤皇道脾气 说歌手太疼 不肯接灵器 我十分轻巧地 掰开君起苍镜的手指 在明阳的惊恶中 将神武剑夺了下来 我笑着问明阳 够 我能去看看盛况吗 明阳瘫在一旁 我毫不费力地 我看着神武剑道 在他手中 你受委屈了 神武剑气凌厉起来 威严无比 是了 这才是我从恶龙口中拔出的神武 我拔剑而出 身形如流光 十二长老比师尊的能耐多小 我看着神武剑道 在他手中 你受委屈了 神武剑气凌厉起来 威严无比 是了 这才是我从恶龙口中拔出的神武 我拔剑而出 身形如流光 十二长老比师尊的能耐多小 我看着神武剑道 在他手中 你受委屈了 神武剑气凌厉起来 威严无比 是了 这才是我从恶龙口中拔出的神武 我拔剑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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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武剑气凌厉起来 我一声飘飘地说了一句 脏了 不过不要紧 阿玲 我给你新造一个观音台 玉瑶躲在十二长老后 面露疯狂 牙关紧咬 指着我身后的洛神山弟子 上吧 给我打死这个贱人 有十二长老在 他们或许还有些底气 与我拼上一拼 我转了个身 所有人吓得往后退了十米 玉瑶身体颤抖 捂着肚子 眼睛瞪得很大 我是神女 你不敢杀我 你不怕遭天罚吗 我扬眉 是吗 还是说你在这几天 就又怀上了 凤凰神君的骨肉 凤凰的眼睛瞪得比玉瑶还大 急忙摆动双手 阿灵修要乱说 我嫌脏 玉瑶双眼泛红 眼中充满怒火 是你 你假意迎合我 偷走我的仙根 让我用不了天眼 凤凰神君好计谋 竟对我如此杀费苦心 凤凰平静地看着他 言语间控制着怒气 是你占了丛林的仙根 占了他的灵兽 占了他的天眼 还杀了他的师尊 你该庆幸 今日是阿灵要亲手了结你 随后他看向众人 今日谁要是赶上前一步 扰了众灵的兴致 我不介意和他单挑 洛神山弟子退得更远了 我放下神武 走到玉瑶面前 师妹帮你的还有谁 或许我应该问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对着大气不敢出的人群问道 这孩子是哪位道友的 可以站出来 免得我乱杀无辜 人群大都已经面容呆滞 颤着双腿 玉瑶脸色煞白 死死盯着我 我一记掌风 将山门口两人带了过来 玉瑶突然捂着脸 不停尖叫 他眼泛泪光 求着我 众灵求求你 你杀了我 我笑着 挑开了师尊身上的捆先生 答案揭晓 神女玉瑶和洛神山 先尊君起游喜 洛神山的弟子 也顾不上害怕了 一些人甚至发出了 细微的尖叫 我将明阳的配件 放在玉瑶和君起之间 两位宫廷竞争 最后只能活一个 玉瑶身形未动 玉瑶闭眼不语 玉瑶越来越疯狂 气力喊着 师尊 你说你害怕众灵的 修为超过你 我替你拔了他的仙根 你害怕重灵孵化出藤蛇 你划开我的胸口 让我假冒他 你害怕 够了 玉瑶的话未说完 君起拔剑而出 玉瑶流出几行青泪 看着我道 没关系 是我赢了 最后是我得到了师尊 落神山众弟子 唏嘘不已 面露嫌弃 我坦然一笑 他竟是这般蠢 你 他没有想到 最后就他的人会是藤蛇 凤凰本是站在一旁看风景 一眨眼便来到了我身边 一字一顿地对藤蛇道 我说过 谁要是缴了阿玲的兴致 我不介意和他单挑 画壁他已经隐隐现出金身 藤蛇看了我一眼 睫毛轻颤 对着玉瑶淡淡道 你不该死得这样轻松 玉瑶的脸色瞬间 由欣喜变为惊恐 你想干什么 那些事 也有你的份 是你伤他 杀他师尊 凤凰表情肃目 凤凰的眼神锐利 立马要献出金身 我握住他的手 轻轻道 别急 凤凰立刻反握住我的手 轻蔑道 都是蠢货 藤蛇看着我们像握的手 神色狼狈 转而默然道 我做的事情 自会请罪 只是你这样 死了太轻松了 泛泛宗门 皆以落神山为尊 我要神女玉瑶 拜访八十一座宗门 广而告之 腹中胎 是你和君起苟且之物 你雕赃克宝 购献同门 你去跟天下宗门说清楚 最后去衡阳宗 磕满一万个响头 自才在落神山即刻 玉瑶的脸色越来越白 最后竟想往君起的剑上 转过去 藤蛇拦住他 脸色争密道 这是神域 而敢不从 凤凰轻声在我耳边解释 神君一生只能 下一道神域 言听者必从 可惜了 浪费在他身上 等等 我喝纸 我刚刚本想让活着那人 扒掉死去那人和自己的皮 为我师尊之一面照魂翻 这突然横插一脚 倒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藤蛇看着我 忙道 对不起 我不知你另有打算 我轻轻抬起玉瑶的脸 替他擦了擦眼泪 无妨 磕完头之后 再扒皮也不吃 玉瑶挺着大肚子 神色木然地下了山 临走前 痴痴回望君起 绝望地说道 师尊 你要等我 等我回来为师尊扒皮 君起冷笑 面无血色 目光虚浮 站在观云台上 骂道 见人 是你勾引我在先 玉瑶说道 师尊 你还在这儿 还有你们 身为我洛神山弟子 为何不拼死守门 君起指着下面的弟子 幕后 无一人赶上前 玉瑶脚步虚浮 疯狂大笑 一步步走下山门 最后 君起看着我 怯怯地说道 是我将你 从穷咬台带回来 让你免受累解 助你修行 凤凰一拳打上去 君起的脸 顿时血肉模糊 随后怒火中烧 我查过丛林的仙根 是飞升之身 我让君起和明阳 丢在寒潭 对他们说道 天下共八十一个宗门 散步天涯海角 玉瑶要徒步而行 两位要耐心血 君起之问道 你欺骗我 你明明说过 只要杀了他 我便能活 我明明可以杀了他 我抬手轻轻捏碎了 君起的金丹 将粉末扔进寒潭里 君起呀君起 是你亲自教我的 若就是罪 弱者只会在你脚里挣扎 怨恨世人欺他 你骗了我那么多次 我还你一次 明阳丢在寒潭 一把钝刀 他往洞中缩了缩 明阳 你的师尊没了金丹 你试试 能打赢他吗 寒潭射有禁止 只能进不能出 我走上山的时候 随手射的 灵力搭配符咒 值得信赖 我试过 寒潭的水越喝越饿 饿极了 恨不得吃自己身上的肉 不过还好 他们有两个人 其中一人 或许可以多活几月 我坐在宗主的位置上 凤凰懒洋洋的 站在我身边 我喊道 在修仙界 在看到各位 宗门外 尽是落神山的仇敌 各位自重 还有 路过寒潭 当心有恶犬 了结后 我长叹了一口气 神武有感应般 剑身动了动 凤凰用极委屈的语气 质问我 我帮你找回了那些东西 说好的奖励呢 我用剑鞘打他 回衡阳宗再说 凤凰迫不及待 画出原形 在我回了衡阳宗 腾蛇默默跟在我们身后 到了山门口 便自觉地跪了下来 黑暗中 他的眼神黑成可怖 咬着我的耳朵 其主要认真 莫要想旁人 半月过去 腾蛇还跪在山门边 凤凰乔见心烦 便扔给腾蛇一把刀 一个晚 你要认罪 便把心头血还给他 其他的 你莫去要消想 欲摇步履不停 去往各个宗派 陆欲留寇时 只会口吐恶言 学一步惊 他连凡人 也奈何不了 他口中骂得越凶 身体便被遭见得越脏 他一遍一遍地说着 我是神女 从最开始地破口大骂 渐渐地开始麻木 重复地说道 我本神女 师尊爱徒 师尊等等我 等我为你扒皮 在路途中 他 生了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流寇扔进汤锅 他饿极了 也疯了 跑去抢肉汤喝 三月过去 师尊路边挂上一面招魂帆 弟子已杀敌 愿师能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